多年前曾凭借一部《渴望而走红》的张凯丽 近期就在一档综艺节目中作为嘉宾受到了节目组的邀请 可能是对于现在的娱乐节目并不适应 在节目组刻意的安排下 对于镜头虚了要重新录 收音小弟的话筒感 不小心碰到自己身上等一系列的动作 没想到张凯丽不但质疑节目组的专业性 更是在节目录制现场就发火了 这不由得让许多人回想到 当年她参加某综艺节目时 因为打王阻拦太过于用力 导致右脚踩了自己的左脚 而狠狠地摔在地上 自己还反而不开心 看来张凯丽的火爆脾气 还真的是让观众大开眼界了 除此之外 当年刘嘉玲在参加某节目撕名牌游戏时 不但公开表示大家不准撕她 在撕下名牌后 还直接说道你真敢撕啊 同样是撕名牌 歌坛一解纳英 也是直接威胁道 你敢撕我吗 你还要不要再越谈混了 看来许多的大牌放不下身份 就还是不要上综艺了 游戏输不起 靠威胁 还真的没什么太大的看点